你剛剛說要團結黨內,那怎麼看黨內現在有開閘聲浪 他是正對王世堅,針對高家瑜,他黨內的黑金問題怎麼處理?謝謝 是,至於黨內的黑金問題我剛剛在報告中已經有提到 至於黨內的個案的問題,原則上我們就是根據黨的規定來處理 基本上我是免疫,我們全黨同志,我借用蔣衛水的一句話 就是同胞要團結,團結真有力 民進黨在挫敗之餘,大家應該要多多體會蔣衛雪先生的這句話的意義 適用在國家,何嘗不能適用在黨 這個時候更需要我們大家團結合作